Hello 我是吃飯的NICOLE 聖誕節快到了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聖誕花圈 材料有一個藤圈 在12元店買的 這是諾貝蟲或貴族蟲 這是柏葉 雪蟲 橙片 油加利果開花 這些紅果子 不過是假的 松果 油加利鹽 首先把麻繩 綁在圈內 繞兩個圈 打一個死劫 然後把蟑蟲 作用是把花材放在藤圈上 首先拿一些剪掉的雪蟲 放在藤圈上面 麻繩 繞過藤圈 然後拉緊 雪蟲就會固定在藤圈上 如果你覺得鬆脫可以再綁多個圈固定 之後加入貴族蟲 拉兩個圈 加入柏葉 再加入柏葉 再加入柏葉 然後加入這個圖案 就會令聖誕花圈有不同的綠色層次 為什麼我會選這四個花材呢 因為這四種花材都可以乾的 乾了之後就不會變色很重要 都是綠色 還有這個聖誕花圈做好之後 可以放到一個月至兩個月 而且這些 關於蟲的花材呢 它是有一種清新的香味 只要你剝掉它的葉來聞呢 你會覺得很昏蕃 在綁的時候呢 我們的張葉材呢 是向外放的 會令圈圈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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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把芋的收藏 再加上去 會令圈圈更大些 還會變得更大 會令圈圈圈更大 在地圈圈上 將會令圈圈更大 可以用一種圈圈圈 會讓圈圈圈更大 會令圈圈更大 會令圈圈圈更大 在地圈圈圈上 會令圈圈更大 會令圈圈圈圈更大 花圈的綠色肌底部份就完成了 接近尾部位置 跟剛剛第一集的雪蟲融合 我們要用一些特別的技巧 令到這個花圈有一個無縫的銜接 我們圍好之後剪了一條麻繩 然後要一個頭圈的位置 帶一個死結 讓綠色花菜就不會掉出來了 接著我們把乾果橙片放在圈的位置 我們千萬不要黏膠水 我們放好位置才黏 我們決定把松果放在橙片的中間 為什麼紅果子不選新鮮的花菜 而選一些發泡膠呢 就是因為新鮮的紅果子會乾後變黑色 我覺得不太美 所以就用了發泡膠的紅果子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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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放上去 好了 先用手工膠水 把你剛剛放好的花菜 把你切成熟膠水 用膠水貼著它們的底部 不要放太多 然後放在底部 這些膠水 你至少等 十分鐘 你才可以拿到 它們吃起來 如果不是你太快拿起它 它就會脫出來了 簽完膠水後 按這個聖誕花環就完成了 如果你都想跟力康學插花 歡迎你在影片的資訊欄 看下我們最新的花藝過程推介 我們同時都歡迎商業包班 員工興趣和學校團體工作坊的查詢 詳誠可以email聯絡我